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三角形三边终点的连线性级 这个三角形ABC D是AP的终点 E是BC的终点 F是AC的终点 如果我把这三点连起来的话 它会制造出一个新的三角形 那么这个新的三角形 会跟原来的三角形相似 好 那我们要写一下 原来的三角形是ABC 那怎么个相似法呢 我用黄色的笔 先把这个DEF画起来 好 A会对应到谁 A会对应到E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平行这个 然后这个会平行这个 而且一样长 所以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它平行四边形对角相等 所以三角形的A会对应到E 好 那么三角形的B会对应到谁 一样 这里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它会对应到F 所以就是EFD 它会相似 那么它的周场会原来 等于原来周场一半 这不意外 为什么 因为我的这一边 是你的这一边的一半 我的这一边 是你的这一边的一半 那我的这一边 是你的这一边的一半 所以我每一边都是你的一半 所以它周场一定是你的一半 那面积咧 周场如果是一半的话 那面积会等于边场的平方比 所以二分之一 你把它平方以后 就会变成四分之一 所以它面积只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 就是三角形三边中点连线的性质 那形成的三角形 会跟原来的大三角形相似 周场会等于原来的一半 面积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好